百人齊聚慶祝國民黨慶 但話題圍繞全是萊豬口關 臺灣本身就有養豬了 為什麼還要進口 搞不懂 民眾疑慮 明明臺灣養豬 為何還需要進口 更何況是含有萊克多巴胺的 美國豬 為了安撫人心 前一天農委會主委陳吉仲 這麼說 日本是最重視食品安全的 他2005年就開放了 美國萊克多巴胺的豬肉進口 日本人現在每一年 吃到的美國豬肉 超過兩公斤以上 拿日本人來做舉例 陳吉仲說 日本平均每年每人吃兩公斤 美國豬比臺灣0.49公斤 還來得多 只要含量在安全範圍以內 就不用擔心 但國民黨副秘書長 嚴誇格重炮反批 這根本都是藉口 陳吉仲主委 總是在打陳吉仲教授 他們今天所做的任何一項 決定都是當初是他們所反對的事 所以說不管他怎麼說 他都是在找照顧 如果萊克多巴胺是沒有問題的 為什麼我們教育部 叫我們不能在學校用萊豬 陳吉仲拉著日本 韓國和台灣相提並論 政府萊豬進口強硬場關 讓地方百姓實在不安心 記者王毅強烤鴻鑿鑫 SN小組 彰化報導 蔡政府 關中天 言論自由已死 新聞自由已死 請立刻訂閱按讚分享開啟小鈴鐺 中天電視YouTube頻道